游泳池里不少小朋友在学游泳 教练按照小朋友的程度分成十级 从最初的学习换气打水 到可以靠着浮板慢慢游 再用自由式来回游 教练都会在一旁认真教学 小朋友也学得很有兴趣 因为我对游泳比较有兴趣 目前是六级 但是换气有点没有很通顺 潜水没有试过 但是划船那些都有试过 而学习游泳最刚开始 就要去除小朋友对水的恐惧 教练会拿许多道具 用游戏的方式 让小朋友适应 水从头眼睛耳朵鼻子滑过 进到水里时要憋气 再适时换气 就比较不会害怕水 有时候没有气 有时候就要站起 一些初级的动作 比如说让他学习吐泡泡 用嘴巴吐泡泡 用鼻子吐泡泡 那我们那时候脸是没有在水里的 那我们到程度习惯了好一点之后 才会慢慢的让他练习 脸整个沉到水里面去 那比如说剪石头 或是刚刚有看到一些 鳄鱼爬的这些动作 都是练习让我们头可以下去的 一些前置的一些动作 那原则上我们在初级的部分 是用游戏包装成我们的课程 让游戏的过程中 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动作 是在我们初级游泳培养水性的部分 在游泳教学时 教练也会特别教小朋友 下水之前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小朋友也从游泳中得到乐趣 除了锻炼体魄之外 有兴趣从事游泳运动的话 还可以参加学校的游泳队征学 除了我们的游泳基本的知识之外 我们最重要就是水中安全的教育 所以我们的包含我们的游泳池 它的所有的设施设备 都是符合教学池的 所以我们的水池是很浅 然后我们又搭配我们的 每一个老师的分级教学 然后带给我们的学员 能够充实的学到 他的游泳技能之外 又可以学到水中安全的技能 简单的说我们这边就是做一个 类似游泳队之前的一个先修班的感觉 就是我们先在这边练好了 去游泳队就不会那么的辛苦 他就是接受游泳队的训练就好 不需要再额外的再可能再多练习一些 完全不熟的知识 那当然或许有一些动作 细微的动作是需要做调整的 那我们会在游泳队再做一个调整 夏天很热 下水游泳很凉快 也是很好的运动 不少家长就会在暑假期间 送孩子上游泳课 让孩子从小学习游泳不怕水 以后要从事水上活动时 因为有学过游泳发生意外时 也比较能够自救 在第一集的时候 老师就是玩中学 会拿一些器具让他们玩 让他们不怕水这样 对 也不会强迫小朋友 一开始就是头就要下去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是觉得 如果让他一旦不会怕水 那其他的都很OK了 是 就是他可能其他的潜水 或者是SUP那个 他都觉得应该都可以 你听讲说他哪天希望在爱河也不用 或在爱河玩毒物 爱河妈妈心脏应该要强一点 幼儿来学的话 他第一个他比较早接触 他就不会对这个运动陌生 那他越早接触越早练习 他就当然成效会比较 当然会越好 高雄可以从事水上活动的场域相当多 但不少民众因为不熟悉水性 不敢下水 而从小学习游泳 可以去除对水的恐惧 也学习如何安全地从事水上活动 让从事水上活动成为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记者苏换军 类传邦高雄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